好,现在呢,我们要做练习了,所以请小朋友们拿出道德作业本 拿出来了吗? 打开第26页 打开第26页 好,现在呢,我们要先找出来哪一个小朋友会好好利用时间的 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图画 你们看,这个男孩,他在看电视,他几点的时候就在看电视了 然后,12点多还在看电视 那,这个小朋友是不是会好好利用时间呢? 不会,你看他一直在看电视,这样是不对的哦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的小朋友 你看,12点多的时候,这个小朋友在吃饭 然后过了一下子,他快快吃好了呢,他就学钢琴了 这个小朋友是不是会好好利用时间呢? 对了,他会好好利用时间,不浪费时间 你们呢,就要像这个小朋友会好好利用时间哦 不要像这个男孩,一直看电视 从7点到12点都还在看电视,是吗? 然后,请小朋友们拿出彩色笔 老师呢,是用蓝色的彩色笔 然后,把这个女孩的衣服涂上颜色哦 第二个图画也要哦 好,老师涂好了,小朋友们都涂好了嘛 啊,记得哦,小朋友们 在家呢,要好好利用时间 不要像这个男孩一直浪费时间哦 小朋友们再见